前紐約尼克球員現時效力印第安納留馬的Chris Copland 今天凌晨在馬克頓一間夜店的門外被人用尼刀刺傷 警方表示今天凌晨4時左右 在位於Chelsea區的一間夜店附近 Cripps Copland和疑犯和另一位受害者之間發生爭吵 當一名22歲男子拿出一把尼刀刺向Chris Copland和另外兩名女性的時候 衝突再次升級 隨後三人都被送到醫院救治 印第安納留馬也發表聲明證實Chris Copland受傷的消息 Chris Copland的妻子也是這種事件中的受害者 據悉攻擊Chris Copland的疑犯已經被捕 而亞特蘭大英隊的兩名球員 就因為試圖阻止警方進行現場調查而被拘捕 印第安納留馬明天 將會在麥迪遜花園球場挑戰紐約尼克 而亞特蘭大英隊就會出戰布洛倫網隊 上星期涉及一宗小型爆炸案 造成私車地鐵暫停行駛的16歲少年已經被拘捕 近日他將會以成年人的身份被起訴 警方表示被捕的Keisha Brown目前面臨幾項控罪 包括刑事惡作劇縱火及危害公共安全罪 他將會以成年人身份被起訴 大都會接運署MTA說 事件發生在上星期四的早上 網上影片顯示 一群青少年、惡作劇 將金屬物質放在Nostrand Avenue車站的路軌之上 造成剛剛埋葬的私車撞到這些物質之後 產生一次小型爆炸 事件中無人受傷 在保禄倫格林堡公園的中情局前僱員斯洛登半身像被當局移除之後 他的詮釋影像在原地出現 一個名為The Illuminator Arts Collective的藝術團體 是負責中情局前僱員斯洛登項目的組織 他們說他們是受到上星期由另一群藝術家團隊在公園安葬 重達100磅的斯洛登半身像的啟發 據悉當時被覆蓋著的雕像被公園管理人員拿走了 這批藝術家說他們之所以這樣做 目的是在於肯定斯洛登在2013年 將中情局的信息洩露並公諸於眾的行為 目前斯洛登被空間秩序 並在俄羅斯尋求政治庇護 西貿河中心1號大樓的觀景台門票 在今天開始出售 去到5月29日就會正式對公眾開放參觀 觀景台位於超過1200呎高的地方 市民可以乘搭高速電梯 在一分鐘之內就會到達大廈第102層的觀景台 還可以看到整個馬克頓的風景 大廈的發言人說 遊客不單止可以乘坐高速電梯享受風景 還可以在餐廳享受優質美食 並利用科技設備全面了解房屋時的地標 觀景台的成人票價是30議員 老人家和兒童可以享有設救優惠 9日襲擊的遇難者家屬及救援工作人員 都可以免費入場參觀 包括法拉城選區州參議員史塔文斯基 州眾議員金兌錫、布朗斯丁及市員顧雅明等多位議員 昨日召開記者會 宣布將會在州議會提案 修改紐約市公共假日 將原有的布陸倫皇后區日取消 希望給農曆新年加入到公校法定假期之內 自紐約市長白師豪宣布紐約市公校 新增兩個穆斯林節日為法定假日後 亞裔社區要求白師豪 在2016年度將亞裔農曆新年列入學校法定假日的呼聲日益告帳 包括州參議員斯塔文斯基在內的多位法拉城市議員代表 昨日舉行記者會呼籲社區民眾團結一致向市長施壓 與會人士表示 農曆新年是亞裔社區最重要的節日 目前亞裔的學生在公立學校中超過總數的一成半 而這個亦都是展現紐約多元化的機會 市長應該順手他的競選承諾 據了解雖然來自亞裔居民集中的各個選區、聯邦、州、市級民選官員 已經多次集會又舉行過示威抗議活動 要求市長履行競選承諾 不過目前依然沒有辦法獲得市府肯定 在2016年將農曆新年列入公校假期之內 拒絕的理由就是 紐約市公校學生必須要維持180天的上學日程 目前已經沒有介入空缺 為了解決這個難題 州參議員斯塔文斯基說 日前與多位州議員相討過 計劃在州議會提案 將修改目前紐約市公校原有公定假期數目 由異將原本的布洛倫皇后區日取消 希望讓農曆新年 列為公校法定假期 近年來紐約中華總商會積極開展和亞洲地區的交流 以促進各地和紐約華商的交流 昨日總商會是中國的第一個辦事處 黑龍江辦事處的主任 徐月真來到紐約總商會 商討和黑龍江的商貿事議 據紐約中華總商會董事長余金山介紹 目前紐約中華總商會已經設立有 黑龍江、台北、安徽、上海、北京等地辦事處 而廣東惠州以及加拿大多倫多的辦事處 也正在籌劃當中 黑龍江辦事處在2012年設立 紐約中華總商會經貿團已經兩次前往 並在2012年和黑龍江省的海倫市 簽訂了合作框架協議 徐月真主任說 黑龍江省地帶密博 尤其是哈爾濱的商機眾多 希望有更多華商前往合談合作 徐月真還為總商會 以及新成立的青商會送上禮物 他又將會參加在4月10日舉行的 青商會成立慶祝晚會 本台新聞報已經設立了電子郵箱 對我們的節目有任何意見 或者有新聞纖索 都歡迎來信和我們聯絡 郵箱地址是 synotvnews at mrbi.net 新聞報道完畢 多謝各位收看